有本事通通事先講 昨天是10月3號台北股市 創今年新低收盤價 但是我們卻發出了黃金翻身 10月的暴利邀請函 不只預告昨天10月3號節目 還有畫圖教學說明跟分享 會有爆噴的獲利 而且10月是先下後上瞬間的大V轉 今天完全驗證 接下來會有很好中的行情 請各位把握 另外來看我們APP的價值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看到華金扣3D 扣3D一旦成形 直接亮燈漲停APP選的 我們先來回顧前波的巨庭 巨庭扣3D暴賺8成6 今天有一張股票叫聯宇 聯宇跟巨庭起漲一模一樣 又是扣3D當然也是漲停 還有金橋 金橋修正後 本週是守度的扣3D第一次 有沒有 直接亮燈漲停 APP真的太強了 金豪科是去年我們賺126%的標股 今天守度扣3D 狂飆8% 另外呢 新生力有沒有 APP負責給你主升箭頭 沒有任何人看不懂起漲箭頭 起漲箭頭出現 APP叮咚通知你 收盤亮燈漲停 史上最強APP 連我們的漲倍股 波段3到6個月要翻倍的漲倍股 今天通知金剛會員也是漲停了 請各位好好的把握機會 今天節目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學 下方缺口完封後 上方有兩個缺口可以來做挑戰 那未來有沒有機會翻倍呢 請各位一定要鎖定哦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點股曾經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大漲276點 投資票是不是 完全不需要解盤 你昨天有看我節目 今天完全不需要解盤 昨天發黃金翻身暴利邀請函 在今年最低收盤價的時候 還預告隨時會大V轉 好 今天只是初步的驗證而已 投資朋友展望未來 大膽假設 我跟各位講過有沒有 每年10月到隔年3 4月 是台北股市慣性多投最好的時間 好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明年過年之後 台北股市假設有機會攻16403 那你有沒有機會做波段 咬波段 然後選主身段標股 讓自己讓自己的財富翻一倍呢 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好 先來看看我們 上個禮拜送大家什麼 來 先來掃描QR Code 好 節目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跟分享之外投放 粉絲團一定要參加 為什麼投資朋友你看哦 星期六 上週六我免費送給 全國留言粉絲的最強戰報 美國股市的關卡 道瓊的關卡29206 納斯達克的關卡10794 昨天晚上全部都站上 有沒有 跌四看壓力 壓力突破變漲勢 所以呢 昨天晚上美股市 是空翻多第一天 這是我們上禮拜六 送大家的最強戰報 好 禮拜天有沒有 我們有這個會員這個專屬的 其實我在戰報也一模一樣 也有跟各位做分享有沒有 好 你看哦 因為上禮拜五夜盤跌88點 來 假設昨天開盤來到13336 結果昨天收13300 1113300對不對 好 你看哦 那壓力在哪裡 13383 407 1563有沒有 今天是不是全部的逐一 全部都突破有沒有看到 利空中能夠過壓力 過壓力就可以逐步翻多操作 投資寶今天收哪裡 今天收13576有沒有 全部都突破了是不是 好 投資寶你注意聽哦 13563突破站穩 待會會跟各位做說明 代表未來會有波段 最好賺的一大段暴力 所以我昨天發出的 黃金翻身暴力邀請函之後 今天繼續邀請 一直邀請到10月10號為止 請各位繼續把握 有沒有 這是昨天的 黃金翻身資金翻倍成長 10月的這個暴力邀請函 投資寶你看哦 這是昨天啊 13300 這是昨天節目的截圖 我特別花時間 在你有可能 昨天是因為創新低收盤價嘛 你的內心有可能是 最脆弱的時間 我跟各位畫圖說明分享 跟你講 為什麼 我們昨天發出了 黃金翻身資金給我時間 給我3到6個月 江老師幫助你的資金 翻倍成長的暴力邀請函 是不是完全印證 而且我跟各位講過 暴跌的隔壁總著作暴力 所以我們認為10月份 是先下後上的格局 而且是什麼 瞬間 瞬間出現大V轉 投資朋友 你看哦 我們之前事先預告的 今天完全驗證啊 是不是瞬間大V轉 沒有錯 所以接下來請各位 繼續把握機會 待會我的節目會有 很多的專業的教學跟分享 請各位待會一定要好好的學習 然後享受我們的專業分享 還有預告 來 先來看我們APP的價值 投資朋友 江老師常常跟各位講什麼 未來會噴的 然後呢APP事先幫你選出來 這是我們APP最強大的價值 投資朋友 你看哦 這是華金 來 複習一下 扣3低 轉折力道是往上 是不是 你看 過去都是扣3高 有沒有看到 都是轉折現在在上方 過去有壓力 上一次箭頭扣3低噴出 長虹休息準備噴長虹的格局 也就是說今天華金扣3低 直接亮燈漲停 再來哦 藍油投資 你看哦 再來回顧一下 這是之前7月初的時候 翻多的時候做的距停 距停扣3低然後呢 轉折力道是往上 是不是 這是個最標準的主升低價的模型 我們從26賺到50賺了86% 有沒有 模式都一樣 主升標股的樣貌都是一模一樣的 可以無限的無限次數的複製 然後今天APP呢選出了聯羽 今天10月4號選出聯羽 APP講什麼 APP說它跟巨庭有沒有 扣3低看到扣3低 未來轉折力道是往上 模型是一模一樣 結果呢 結果選出來之後呢 就亮燈漲停了 有沒有 再來看哦 好 這個是金橋 來頭一模一樣哦 扣3低轉折力道是往上 是不是又一檔 仍然是跟巨庭一模一樣的 起漲的模型有沒有看到 22.15收盤亮燈23.25了 是不是 你看 買起漲過去沒有起漲 因為他沒有扣3低APP 不可能選出來 那今天選出來直接亮燈 迎起跑點有沒有 說到做到 有沒有 我們昨天之前 一再的邀請再邀請 隨時會出手 懂意思嗎 所以好好的把握機會 來頭髮 這是去年哦 去年我們有12檔 賺超過一倍 那其中一檔是金豪克 去年賺126% 去年賺1倍的標股 今天是10月4號 68.8APP選出來的 扣3低轉折力道是往上 收盤呢 收盤噴到70.3的 是不是 大漲的8個% 另外投資本 你看哦 輕盛力 來 好 我們講說APP 會負責給我們起漲的股票 投資本是不是起漲箭頭來了 很明確嗎 簡單輕鬆明確 沒有人看不懂箭頭 有沒有 新勝利今天有周線的箭頭 來 42.4然後收盤45.8 可以接受嗎 是不是很棒 投資本來哦 掌倍股請你先把握一個原則 你要賺到資產翻倍一檔股票 從頭報到尾你需要時間 因為不可能3天就1倍 也不可能3週噴1倍 那個機率太小了哦 所以投資本來把眼光放遠 把眼光放遠 你下定決心給我3個月的時間 我們的掌倍股 我們今天也通知金賺會員發訊息 通知買進 今天收盤亮燈了 投資本這檔不做短線 這檔會要從頭報到尾 至少報3個月的時間 看看未來有沒有機會 讓你投入資金 真的如我所預告 真的達到翻倍的成長的目標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有沒有 光今天哦 5檔噴漲停有沒有 來 待會我會講這個缺口理論 會畫圖來說服大家 待會來做分析 有沒有投資票 你看哦 我們講了沒有 10月的先下後上 壓力它也變成突破了哦 所以我今天先下一個結論 什麼樣的結論呢 說當我事先預告的證據 今天已經全部都出現了 有沒有 所以請你自己 務必給你自己一次 讓你的資金 可以翻倍成長的機會 這是我們認為我昨天發了一個 黃金翻身財富要翻倍的 暴利邀請函的原因 今天已經初步做驗證了 所以請各位持續的把握機會 有沒有 7 8月我們有高利賺1倍 那9月有大盤有翻 APP有翻率 所以我們做短線 三富 長榮 九陽等等 都賣得很漂亮 然後10月第一天有沒有 才兩天哦 兩天今天就有 金橋滑金 連雨晴盛低噴漲停 連長線掌倍股也噴漲停 所以投資朋友 一切都只是剛剛開始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那APP有個好處是說 它可以幫助你克服恐懼 然後呢可以幫助你克服情緒 然後幫你創造一個 嶄新超強的獲利模式 為什麼投資朋友 所有的標股都是很明確 有箭頭有扣3D 就是說你的進你買進的股票 都有很明確的依據 你有了明確依據之後呢 你的心情會變得很輕鬆 就是說你不會想東想西 不會擔心煩惱 會能夠大幅度的幫助你 提高你的投資的生活品質 這是APP的附加價值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機會了 有沒有 我苦練了20年才打造出來的APP 現在可以讓你直接帶回去 直接享受我們的成果 請各位把握 另外各位提示 我們說好10月10號 就是10月10號 10月10號前 全面都是八折優惠 而且通通多贈送一個月 說你越早參加 你是越早享受 請各位一定要留意這個時間 我們特別highlight一下 10月10號之前說 這個優惠 所以10月10號之後就沒有了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另外節目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 粉絲團用掃描QR Code的方式做加入 都有很多的教學 來現在來做驗證一下 你看是不是時間這樣 我在7月13號有沒有 上一次扣3D的時候 我們講一定會有主聲標股 賺一倍以上 那後來驗證高利賺了102% 然後呢我們今年在17025翻空一次 14670翻空第二次 結果呢兩次都避開波段暴跌 是不是你看喔 14670翻率 直到昨天在13300 我發了黃金翻身暴利邀請函 沒有錯 水頭這朋友聽江江的 這個我上週就預告了 10月會有超級大轉折 這是個超級大轉折 待會會做說明 繼續說明有沒有 我們一路預告什麼 10月會大落底有沒有 也開始做印證了 來喔同學 先來做回顧一下 來好同學你注意看喔 每年10月到隔年3 4月 慣性多頭最好轉的時間 10月落底機會大 再各位重複一次 來看加強股價指數的月線圖 這是什麼前年10月 前年10月那後面是不是漲 好我們看去年的10月 是後面是不是漲 現在是不是10月份 比如說你看喔 從前年10月到隔年噴出 然後從去年的10月到隔年 今年初是不是噴出 是不是扣3D囉 那現在預覽者已經扣3D了 所以這個噴出的機會是很大的 東歐醫師來說 過去的時間我把它換個顏色 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這邊會有股票賺1倍 這裡有股票賺1倍 這裡也會有股票賺1倍 答案很清楚的 我是用轉折結構 跟各位做分析的 請各位把握 好再來 有沒有這是我們預告的 10月到隔年3 4月 我連我的親朋好友 都這樣子跟他說 每年這個時間 是務必要把握的時間 好第二個有沒有我說過 凡事物極必反有沒有 見下極會反貴 也就是說 FED的升息過猛後 通膨會下滑 CPI會下滑 那市場壓力也會給他壓力很大 說他升息過猛導致市場去質疑 美國的經濟步入衰退的幅度 可能會變大 所以呢他的壓力啊 他的壓制來自於市場對不對 因為創新低後的壓力 所以呢他未來升級幅度 maybe就比之前市場知道的 小很多了 東歐醫師來說 如果美國股市再跌 那會完全符合我的名言 我是上週講的 上週二講的 美國股市再跌暴跌 隔壁會住著暴利 來頭部你自己看哦 你看哦 你看我們的預告能力有多強 這個是道琼有沒有看到 上個禮拜 我們看這個時間 給你對到這個時間 9月27號 9月27號有沒有 9月27號有沒有 美國股市還會跌 有沒有在這個位置說 他還會跌但是跌下去後 暴跌的隔壁就住著暴利了 是不是 把我的名言 事先預告完全做驗證 是不是 所以頭部 所以今天的節目 你要一直要持續鎖定 為什麼 因為幫助你太多了 好再來頭部你看哦 上個禮拜有個新聞 有閃戶講說 他股票出清賠600萬 然後把剩下的資金全部換美金 我給各位獨家的解讀說完蛋了 市場又在醞釀下一波的輸家 他把股票賣光光是最大的錯誤 10月大轉折 是不是 台北股市再跌也會符合暴跌 隔壁出的暴利大V轉 來頭部 這是9月28號 台北股市上個禮拜頭是不是 他如果再跌再跌有沒有 再跌是不是真的再跌了 大V轉啊 是不是 來頭部你看哦 你看過去過去的行情是壓力 均線壓力有沒有 都是壓力 壓力沒有過 壓力沒有過 都一直跌 可是今天不一樣有沒有 今天壓力過了 是不是 就是說就壓力支撐的口訣 我今天有免費分享在粉絲團有沒有 跌四已經確認變漲勢了 至於好好把握機會 真的要好好把握機會 好再來 有沒有你看哦 這是我昨天講的有沒有 過這一段的噴出行情 即將做複製 待會跟各位做詳細的說明 來頭部 我昨天講的 黃金翻升資金翻倍成長的邀請函 今天馬上印證瞬間大V轉 然後呢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這是我今天的下的結論說 今天已經有13576 他已經站上13563 代表什麼意思 注意看哦 未來能夠站穩 代表未來會有波段 最好賺的一段大暴力 所以我今天昨天發邀請函之後呢 今天繼續邀請 然後給各位結論來投資看這張 這是今天我節目裡面 最重要的一張字卡什麼意思呢 缺口 下方缺口我們預告過是13324 那未來呢 上方有14109 還有16403 大膽去假設哦 按照缺口理論來執行的話就說 形態內的缺口會恢補對不對 下方補完換補這個上方 假設未來在月周轉折 同步扣3D的背景下 他真的可以挑戰14109 又可以挑戰16403 請問有沒有機會讓你翻倍 讓你的資金財富翻倍成長的機會 來做說明哦 注意看哦 好 投報你看哦 好 我們看這個是周縣 來投報哪裡有缺口 這裡有個缺口 這裡有一個14109的缺口 有沒有 這裡還有個缺口 這裡有個缺口在哪裡 16403的缺口 我再把它打出來有沒有 16403有沒有看到缺口 就說好來哦 那缺口你看哦 那為什麼缺口容易做回補呢 注意看 下周轉折13563 今天是不是站上了好 站上假設缺口 能夠這個13563能夠守穩的背景 知道投資會發生什麼事情 下周起扣3D 有沒有 好 扣3D跟上一次扣3D一模一樣 有沒有 投資品看哦 你看這邊 上一次扣3D底加 7月初有沒有扣3D 這一段行情我們高利噴了102% 就說下周起也是扣3D的格局 然後注意看比較來 這邊扣3D下方KD值 他沒有去背離 可是現在呢 我們注意看哦 你看哦 現貨破前低 然後呢KD值沒有破前低 投資是不是 所以答案出來了 來好我跟各位做個註解 什麼樣的註解呢 註解呢是說 好 目前是有什麼13 昨天發的邀請函 13300有什麼 有周線的大背離 懂我意思嗎 就說上一次我們翻多的時候呢 周線當下是扣3D 但是沒有大背離 可是現在有周線大背離 所以呢他一定會有什麼 一定會有主升標股 比什麼 比前一次的高利 比前一次的高利 賺102% 更厲害 懂我意思嗎 這是我今天做的註解 來 再跟各位說明一次 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今天做這樣的提示 跟銀領有沒有 你看喔 上一次扣3D我們很多 台北股市噴了1600點 然後高利噴了102% 威盛噴了9成 上一次的架構 他只是扣3D 他還沒有背離 可是現在不只扣3D 還有個周線極速的大背離 而且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 12345 今年五波的修正準備結束了 然後剛剛各位講的 這邊有個缺口有沒有看到 16403 這邊有個數字叫16403的缺口 說大膽去假設 在五個波段修正結束後 空轉多 而且是不只是周線轉多 也連越轉折也轉多的情況之下呢 空頭正式被終結的背景下 好 假設他未來有機會挑戰16403 請問你的股票 你選到主升段標股 有沒有機會讓你爆波段 讓你的財富翻一倍以上 我認為機會是很大的 懂意思 所以好好的把握機會 好 那節目有看不懂的地方 可以按重播 可以多看幾次我們的轉折結構 同意思來說 我們認為是確實 用我所學 用我的技術證據跟各位說明 確實有翻倍的機會 所以好好把握機會 那現在呢 你可以有更棒的選擇 選擇 然後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這個 我們的APP啊 他是用我的技術打造出來的 所以我投資票基本上很簡單 簡單輕鬆又明確 然後呢 他把我的堅持主升財富倍增 完整的發揮出來 為什麼 他把我的控盤轉折 把我的17匹馬力超盤數 全部用APP很簡單的箭頭 或者是扣3D 讓所有用戶一秒鐘 可以看出我們技術的精華 懂意思嗎 APP的價值在於什麼 未來會噴的 事先幫你選出來 因為是過去的 我們快速帶過去 來 頭部你看喔 威勝 威勝扣3D 你給自己機會跟時間 可以賺9成 高利明確箭頭賺102% 精神科扣3D 力量是往上的賺了79% 好 劇庭扣3D 力量是往上 然後呢賺了86% 是不是 堅持主升專攻期漲 就是說他如果他的股票 今天在漲 但是他不符合主升 APP不會給你 懂意思嗎 所以他一定是主升 堅持是主升段 而且是專攻期漲說 如果是主升段 但是錯過期漲未接太多 他也不會給你 以免讓你最高 懂意思嗎 所以投資朋友記好了 堅持主升專攻期漲 你看喔 這邊有沒有 沒有耶 這邊沒有扣3D 今天從本週開始 是不是扣3D的 不只扣3D 轉折力道要往上 有沒有 是不是APP專門選這一種 亮燈漲停啊 連與APP扣3D 跟巨停起漲模式一樣 亮燈啦 好 精巧你看喔 這個太經典了 扣3高就一路跌 那本週是扣3D的第一週 而且轉折力道是往上 有沒有 這是標準的起漲模型 這是最標準的主升段 標股的起漲模型 跟當初的巨停一模一樣 來今天APP選出來之後呢 毫無懸念的 亮燈漲停起漲點 贏在起跑點 明天繼續噴 可以享受被全市場 抬轎的喜悅 夠來對不對 金腦科 去年我們賺126% 扣3D賺126% 賺超過一倍 又來了 又來了 給你自己機會 給我時間證明 但是你要更上 懂意思嗎 好 今天又贏起跑點了 再來 這是新勝利 來 好 這是我們今天APP選的第一檔 主升1滴 主升低價裡面 今天選的第一檔 來頭髮這是新勝利 42.4 APP負責給你箭頭 主升低價 我們尊榮VIP 還有丁董通知 來頭髮有沒有 42.4 首盤15.8 有沒有 是不是真的贏在起跑點 所以頭髮我這朋友 相信很重要 相信江江的預告跟邀請 都很重要 請各位把握機會 然後呢 因為今年已經跌9個月了 好 跌9個月跌5000多點 五波段結束 周月轉折千手同多 所以大膽昨天跟各位講什麼 講黃金翻身的長輩股啊 今天通知喔 今天開盤後 通知金章會員收盤亮燈了 懂意思喔 所以我認為到明年的過年後 應該不只一檔 會有蠻多股票 會幫你創造波段倍數資產 倍數成長的標股 所以自己一定要把握 目前仍在起漲的位階 才剛剛開始而已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那APP會給你一個明確 依據有未來轉折的操作模式 非常之棒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另外可以學習喔 有技術班送給大家 有扣3D的預告技術 那為何扣3D會變成提款機呢 每個學員每個用戶 每個會員都可以學會 自己好把握機會 來回顧一下喔 你看我們7月份 7、8月份 標股賺超過一倍了 那9月因為大盤有翻空 做短線也賣得很漂亮 10月才兩天 又贏在起飽點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機會 是昨天預告 昨天我是江江 然後在全國唯一一位 在今年創新低收盤價的時候 竟然發了黃金翻身的暴力邀請函 今天完全印證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機會 好重複一次結論喔 好 既然我事先預告的證據 它已經出現了 那請你務必要給你自己一次 讓你的資金 逮到主升段標股 不要做短線 咬拨斷的方式 讓你的資金達到翻倍成長的機會 所以請各位今天務必要把握 然後我們的優惠一樣喔 10月10號之前 都是八折跟多送一個月的會期 越早參加越早享受了喔 LINE的留言 或者是0800-6680-85 電話來電做諮詢 那明天如果APP有選出 全新的期產標股 一樣會通知你帶你進場 請各位把握喔 那最後節目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跟分享喔 最貴超版順利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 有用的技術分析 一定要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且接收全部喔 並自負投資風險